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,台中和平区博爱国校操场因其二水灾后常年容易积水,学童与当地居民缺乏完善休闲活动场所,台中市政府斥资500万修缮,今天正式启用,让学童好开心。 另外,市府与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在博爱国校打造爱的书库也同步揭牌,希望透过书商物流落实资源共享,提升教育发展能量。 和平区博爱国校今天双喜临门,新操场及爱的书库同步启用,市府副秘书长郭坤明等人出席仪式。 副秘书长郭坤明表示,市府重视教育发展,针对偏乡运动场域也逐年编列相关预算,在安全为前提下,落实开放校园理念,很高兴建政新操场启用,不仅为师生营造更优质的校园环境,也提供部落居民安全舒适的休闲场域,鼓励全民运动。 他指出台中市推动多元阅读计划,透过设置阅读角及社区共读站,优化阅读线上认证系统,推动亲子共读等管道,并积极与民间单位共同推广读报教育及图书馆,市设置,希望持阅读习惯深耕,进而含养文化素质,感谢各界共同付出。 另外,教育局也持续与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合作打造多元文化书库,透过书箱物流行使,落实资源共享理念,博爱国小爱的书库,成为第36座书库,更是第一座原住民书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